花莲市农兵桥启用至今快要半个世纪 桥生也出现多处的军列及钢筋外漏的情况 15号一早农兵桥就开始进行风桥工程 那么这项改建的工程预计要耗费一年半的时间 而市长魏嘉贤就提醒庸路人 可以改走邻近的上志桥以及十六古大道还有三号桥 也请乡亲能够在施工期间多多的担待及包容 15号一早市长魏嘉贤就协同主任秘书欧美华 与建设客长徐国成一同来到农兵桥前 出席由家印刑散团主办的开工仪式 希望桥梁的改建工程能够一切顺利 后连市农兵桥启用至今快要半个世纪 桥生也出现多处军列及钢筋外漏的情况 多年来一直是民意代表关切 并期盼工部门能编列经费修建的桥梁之一 日前经由新城乡前乡长钱志立的引建下 长年来在全台造桥铺路的家印刑散团 也允诺出资4500万元来协助桥梁改建 在前几年也非常谢谢我们张志宇里长 那还有我们林志鹏里长 还有我们钱志立乡长大力的一个协助 让家印刑散团的人员可以到我们花莲市 来做一个农兵桥的一个改善 那更感谢花莲县政府在引道的部分 也合拨一些经费 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整体的工程 来做一个整体施作 那过去我们在几座桥梁 因为几座桥梁因地震的关系 造成了上志桥 还有三号桥 还有国府桥的一个桥梁毁损的部分 那这段时间也把它修复完成 接着就是来施作我们农兵桥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把这几座 当时候大家担心的桥梁 还有一些围桥的部分 来做整体的改善 那也希望所有民众能够多多担待 那我们会在最快的速度 跟我们相关施作的家印刑散团 一起来把这个工程赶快把它施作完毕 在改建过后 农兵桥的桥面也将从6.5米 拖宽为10米宽度 同时也会重新规划东西侧引道 配合河川治理计划及公路设计规范 来改善河道断面的现况 以维持桥梁的安全与功能 而这项改建工程 必须要耗费一年半的时间 预计在民国111年的农历年前 就可以启用通车 市长威嘉贤也提醒用路人 在施工期间 可以改走临近的上志桥 16谷大道及三号桥 如果有造成不变 也请乡亲能够加以担待及包容 记者 徐立芹 花莲室报导